你敢相信吗 这是中国跳水梦之队遇到过的最艰难一战 在前五轮的较量中 中国名将曹元和谢思义都被一名英国选手狠狠压制 五轮过后 英国选手杰克以473.95分领先了中国选手340分 几乎已经提前把金牌收入囊中了 可是最后一跳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2019年国际泳联光州世锦赛男子三米版决赛 英国选手杰克·拉夫尔成为了中国跳水队最可怕的对手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现场观众疯狂呐喊陷入沸腾 又是什么情况让杰克气得想一拳砸到墙上去呢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跳杰克选择了难度系数3.4的5154B 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躯体 第一枚奥运会跳水金牌 英国选手的第一跳就颇为震撼 以88.40分独占熬头 作为对比 曹元的第一跳是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报息 入水效果略微差了一点点 只拿到了81.60分 而谢思义的第一跳也是5154B 得分81.60分和曹元一模一样 第二跳杰克的选择是307C 得到了89.25分的高分 曹元用一个5337D 反身翻腾三周半 得到了92.75分 略微缩小了一点差距 谢思义的5353B完成质量也不错 拿下84.15分 第二轮战霸 杰克以177.65分排名第一 曹元以174.35分排名第二 谢思义则以165.75分排在第三位 杰克第三跳是407C 拿到了88.40分 这一跳比曹元第一跳407C的得分略高一些 曹元的307C 只拿到了84分 而谢思义第三跳是难度3.6的207C 向后翻腾三周半报C 完美的一跳 谢思义得到97.20分 杰克的第四跳是难度3.9的5156B 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躯体 难度系数3.9 这一跳彻底征服了裁判 观众和解说 他得到了比赛当晚的最佳得分 105.30分 单跳破吧 105.30 曹元的207C 拿到95.40分 谢思义的307C得到89.25分 四轮过后 杰克仍然以巨大的优势领先中国选手 好多朋友不敢看 杰克又一次跳出了102.60分的高分 此时 他的总得分已经达到了473.95分 而曹元的5154B得到74.80分 谢思义的407B 向内翻腾三周半躯体 则拿到了90.65分 第五轮结束 杰克以473.95分遥遥领先 谢思义以442.85分排名第二 曹元以428.55分排名第三位 此时 场上的英国观众早已陷入了疯狂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 英国选手打破中国梦之队的不败神话了 杰克的最后一跳是207C 在半决赛中 杰克就因为这个动作出现了巨大失误 连40分都没有得到 这次 杰克可以打破魔咒吗 没有想到 杰克出现了更加离谱的失误 只拿到了30.60分 这一跳过后 杰克气得直摇头 甚至暴怒一拳 愤怒砸墙 随后 曹元和谢思义都跳了难度系数 3.8的109C 向前翻腾四周半曝西 曹元以89.30分反超了杰克 而谢思义在最后一跳跳出了102.60分 以绝对优势夺冠 非常漂亮 最终 谢思义以545.45分夺冠 曹元以517.85分拿到亚军 而此前发挥经验的杰克 在第六跳重大失误的背景下 以504.55分排名第三 摘下铜牌 不得不说 跳水是非常考验综合能力的项目 纵使你在语文、数学、理宗等学科中名列前茅 但只要你的英语成绩拉胯 你依然很难被称为学霸 不过 我们仍然不得不为英国选手杰克送上赞美 正是他出色的发挥 逼出了中国跳水队最艰难的一战 也逼得中国选手不得不更加努力前行